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政府为即将信件的埃森豪总统纪念堂捐赠100万美元 在美国国会的一场酒会上 台湾的这一议举受到都为美国国会议员和主办单位的赞扬 作为二战时率领盟军打败轴心国的主帅之一 埃森豪不仅在总统任内于1960年访问台湾 而且在1954年批准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为台海安全与繁荣奠定了安全基础 美国独立以来已经产生44位总统 而经国会立法信件纪连堂的总统 包括埃森豪在内至今只有7位 作为慷慨的捐赠者 中华民国台湾的名字将被铭刻在纪念堂上永久留存 记者张国华中一听 华生论报道